哈喽的大家,Good morning! 今天呢是周六 我刚刚起来之后又简单的细数了一下 今天呢准备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一天中都吃了些什么 因为最近受疫情的影响嘛 出门吃饭也不是特别的方便 所有的餐馆都不会让顾客去 进去坐着吃 所以基本上都是take away什么的 那既然这样我在想 不如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一天的三餐都吃了什么 咖啡 兩種粘土 乳涕 乳酸 牛乳 在 propre面上 生 AWO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刚我看了一下冰箱 然后正好发现有那个西班牙的香肠 就是chorazo 所以我突发起想决定 中文字幕 吃西班牙香肠的意面 好 那我们现在出发去做午饭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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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开吃咯 这个西班牙香肠 chorazo 它本身有很浓的香肠和蒜的味道 把它和蒜子一起炒的话 它就会爆发出更香浓的味道 然后配上pasta的酱就 特别好吃 就大家有时间 一定要尝尝 chorazo 配pasta 真的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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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还用它炒过饭也非常好吃 chora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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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此处应有掌声 chora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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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下旬 其实还是蛮凉的 然后现在呢 正好是晚饭前下午茶的时间 所以我在想 做一个冰糖雪梨 这样就是可以润喉 然后可以预防感冒 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做 简易版的冰糖雪梨吧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这个冰糖雪梨 其实真的很蛮简单的 就是把冰糖梨和枸杞一起煮一下 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这个梨一定要煮到很软糯 因为我中间用筷子戳了好几次嘛 确定它这个梨就是整个全都熟透了 再看一下这个汤汁 就是还比较浓稠的这样子 然后黄黄的 我觉得这个凉的和热的吃应该都很不错 梨已经很软糯了 大家有时间一定要嘴试一下 我觉得真的还蛮简单 而且真的很好吃 锅子里还剩了一些梨 我准备把它们冰起来 然后明天这样冰镇着吃 我觉得也很不错 现在大概是晚上的6点45左右 然后现在呢我想说我要做晚餐 今天的菜谱呢是烤鲜鱼加上蔬菜汤 其实蔬菜汤是一个平时我经常就是在家工作或者是之前上班回家的时候都会做的一个非常快手又简单 然后又健康的一个汤类 烤鲜鱼呢是我第二次尝试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做今天的晚餐吧 蔬菜汤里面的海带和这个黑木耳都是要提前泡发的 就是烧开的热水 好大概5到10分钟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烤箱调制到180度 然后烤17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好18分钟 我刚刚洗了一下今天蔬菜汤里面的原料 就是番茄必不可少的 蔬菜呢其实你选什么蔬菜都可以 只要是家里冰箱里有绿叶菜其实都可以 我之前用过菠菜 油菜 白菜都还不错 今天我选的是上海油菜 因为家里正好就只剩下这一个菜了 还有一些葱就是可以和番茄一起炒 这样蔬菜汤会更入味 然后在鲜鱼饭上面撒点这个葱白 也是蛮不错的选择 在鲜鱼饭上吃的 颜色 也会有一点 带来 如果是这个颜色 1 2 3 3 5 5 6 6 7 3 5 7 7 8 9 10 10 Ö כěmsam, 25 J 中火 全身 用成麵 用 л开 一开 圆 面 在 表面 拿 切 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好吃 这个跟那个海带和葱在一起健康 完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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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